如果老師有需要比較大的空間 筆記可以藏起來 有沒有像這邊他就可以收錢 好那這裡跟老師分享一下 平常老師用滑鼠 好用嗎 怎麼問這種問題 你沒有滑鼠的時候可以嗎 可以啊還是可以活得下去啊 方向鍵也很好用嗎 只是你會覺得辛苦很多對不對 那我問一下老師如果要把這個標題選起來 你都怎麼做 這樣拉過來是這樣嗎 老師怎麼選最難的方法 這個很難耶因為你要眼到 眼睛到了要指揮手 手按住滑鼠再拖曳過去 所以在AI裡面是很複雜的動作 你怎麼都這麼難的 我都不會我只會這一種 啊這一段選起來怎麼辦 你該不會也想來這樣吧 我都這樣呢 有沒有 你只要會一二三就好了 我沒有騙你啦 Office老師會的啦 一二三 有沒有 然後再下去沒有了 那你去看看一般的文章 隨便找一篇 因為一二三 就是選一個段落 就是一個段落 那有些人就問我 超連結怎麼選一個段落 因為按一下就走了 來不及按三下 你就偷偷在旁邊這裡 有沒有 我現在還沒有變成滑那個手嘛 我放大你們看 像這樣子 我現在放大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Runit的功能 好你看我在這邊 這樣會變手 我來旁邊有沒有沒有變手了 123 有沒有選起來 下次不要那麼辛苦 不然我會跟老師講一件事情 你累了嗎 下面呢 這裡也是一樣 你看 假設啦 來 點進去 因為標題 就是一個段落嘛 123 這個 123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要兩個三個怎麼辦 我有偷偷按一個 按住Shift 因為我們要加選的時候不是要按Shift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先選一個段落 123 我按Shift 看你要選到哪 有沒有就全部選起來了 這樣好像比較簡單喔 請問按兩下是什麼 三下 比較簡單嘛 對不對 不用跑到山上去啊 在下面不用爬山就好了 兩下就是一個詞啦 有沒有 兩下就是一個詞 只要是那個詞 他是 認識的 你看 加拿大 有沒有 他認識的他就自動放假 不認識的他就是只有一個字 像剛剛有些的些 有沒有 但是三下都是一樣 123 都是整個段落 都是整個段落 那 因為這些都是有人問我的 所以其實你看滑鼠 我們也不用那麼辛苦啊 就是你只要這樣 點幾下就完成了 所以你網頁上的 或一般的文件裡面 其實這樣都行得通 都行得通 所以順便跟老師分享一下 再加拿大 早一點 都行